大家好 今天呢我 开车呢 从听教制海尔卫 素理这里 然后走一下 要到一个 加拿大的一个检疫房 房车社区中心去参观一下 这是加拿大一种另类的 居住方式 让大家看一看 它有什么特点 现在就让我们出发 现在在素理的巴士街上 我们沿着巴士街 一直走到 King George Highway 然后呢 King George Highway边上有一个 加拿大就是检疫房 房车的一个社区中心 我们到那里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King George Highway上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King George Highway上 然后向前走呢 在右手边有一个检疫房 房车的一个中心 它那里有很多的一些就是 房车还有那种活动房的那种 中心 叫Camping Plaza 我们现在到这里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到这里来看一下 好 大家就看一下 这就是它这种小房子 这种房子呢 就怎么来说呢 加拿大因为住房比较困难 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 选择这样一种 一种居住方式 就买这种 定制的这种小房子 然后选择一个这种 叫做房车 还有检疫房 这个社区中心 然后把这个小房子就 就放在这里头 放这里头呢 它呢 每个月你得交钱 得交好几百块钱 也不便宜 就是你这个场地费 虽然你这房子很便宜 房子可能几万块钱 但是 你这个 交的那个房租啊 就是居住这个地 就很贵的 好几百块钱 然后这个社区中心呢 统一负责一些管理啊 负责你这个 水电 还有卫生清洁 这些管理 可以看一下 这是 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在这个里面钻一圈 一般来说这种 房车东西呢 建的都是在风景比较好的地上 看这边上有一些大树林 这种建议房啊 就是你可以向工厂定制 也可以买一些 现在网站上 你像亚马逊这个顶上就有卖这种 定制这种小房的 然后呢 有专门的这种公司过来给你安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边还有一些空的场地 空的场地就是有一些人 你来 房车旅行了 你看这有的买的房车 然后有的人就在 房车里居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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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有特色的 在很多的旅游风景区 也有专门经营这种场地的 就是叫房车场地的这种公司 它直接整理一片空地 然后提供水和电 还有一些生活设施 然后它就向外出租 然后旅游的这些有些人 它可以直接的 到时候开着房车 然后就来进行旅游 住在这个地上 很多人选择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 好 这个房车场地 我们就大概看了一下 现在转到平郊市海洋卫生 现在我们转到84 Avenue上 在84 Avenue上 然后运行看一下这街景 这很多的这种小房子非常漂亮 独立房子 转到132街上 转到132街上 这个检疫房 他们又叫房车中心 这个社区中心 参观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定制的这种 Tiny House 检疫房 给大家 然后介绍了一下 加拿大这种另类的居住方式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